众生很多 不仅仅是人 连动物也是属于众生 菩萨也是属于众生 罗汉也是属于众生 那菩萨也是众生之一 那菩萨跟我们也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菩萨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菩萨什么呢 菩萨在觉悟的这一案 这一案 这一边 那我们反复是在那边 好像一个左一个右 像菩萨 菩萨在右手 我们反复在左手 不一样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菩萨 一个是反复 你有这样比喻大家可能就容易懂 所以 我们 的区别跟菩萨的最大的是什么 菩萨每一天过得很快乐 我们反复每天过得很痛苦 你仔细去看一看我们是不是 你看你每天活得很痛苦 看到这个人厌恶 看这个那个人讨厌 看这一桩事情讨厌 看那一桩事情讨厌 没有一桩事情不讨厌的 你就是反复 那菩萨看到人都是欢喜的 看到哪个人都是朋友 看到哪个人都是老师 我们看到哪个人 你不喜欢的都是敌人 你喜欢的都是朋友 分别性太重了 所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那菩萨是人 他不是神仙 他不是神仙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这个对人 对事 对物 他已经清楚了 对夜阴果报 他也是也清楚 我们人都离不开这个阴果的 你今天所说的都是果 有果必有阴嘛 你想你的果报好 你又把阴修好 菩萨就是每一天都在修阴 修什么阴呢 修好的阴 凡夫呢 天天修什么阴 修不散的阴 所以他活得很痛苦 菩萨活得很快乐 他的区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离不开阴果 如果你想将来 你的路 你的前途 你的果报好的 你要把阴修好 为什么 有阴必有果 有果必有阴 你将来多在三二道 就是因为你把阴 修不好吗 你将来到三三道去 都是因为你把阴修好吗 将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都是应该把念佛的阴修好 所以菩萨就大慈大悲发大心度众生 就是因为看到众生很苦 他才发心来帮助众生 像观世音菩萨 像地藏王菩萨那样 所以称为什么 称为菩萨 但是菩萨一般也可以称为什么 明人 明人 就是已经明白了 对人对事已经明白了 已经不会再糊涂了 他是不会再糊涂了 不会再造业 不会再过得很痛苦 天天过得很欢喜 很乐观 很快乐 那我们反复呢 我们祖师大德呢 形容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反复啊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称为什么呢 称为糊涂人 好多狼啊 福建话讲 好多狼啊 糊涂人啊 怎么叫糊涂人 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我用一个比喻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 莫名其妙来骂你 讲你 讲你的是非啊 让你很难过 你天天为了 因为他不善的语言 吃也吃不饱 睡也睡不好 什么都不好 天天活得很痛苦 你说你不糊涂 谁糊涂啊 糊涂人都是这样嘛 把别人的痛苦 放在自己的痛苦 你说你不糊涂 谁糊涂呢 跪下就是这样啊 人家说一人糊 我就不欢喜 不讲话就是这样嘛 讲了一人糊 发脾气 发脾气 那你不是糊涂人 那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啊 你不想做糊涂人 有一天人家骂你 说你笨蛋 说你白痴 说你怎么样 你不要理他 你就是菩萨 如果有一天人家骂你 说你不好的话 怎么样 然后你活得很痛苦呢 你就是糊涂人 菩萨是不会 菩萨人家怎么样批评 怎么样骂他 怎么样对待他 排斥 批评 伤害 他就不会 所以佛告诉我们 明明知道六道轮回很苦 三恶道很苦 西方其中的世界 这么庄严 这么无尽的美好 你不去 还喜欢在这个地方 说虎说难 你不是糊涂 谁糊涂呢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明白 明明咱呀 这个人生很苦啊 有生老病死啊 我息老病苦啊 明明知道很苦 你还不想离苦 你不是糊涂 你是谁啊 只要你劝导你赶快 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去牵牵阿弥陀佛 到西方其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 你活得很痛 很快乐 没有在苦 你还不去 宁愿在这个地方 五量节以来 生生世世都在流浪 你不糊涂 你是谁啊 有生世都在流浪 有生世都在流浪 你不糊涂 你不糊涂 你不糊涂